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美國總統特朗普 似乎終於意識到自己的選情相當嚴峻 而且大幅落後於拜登 他在接受霍士新聞一個節目訪問的時候 就被主持人問到他 究竟怎麼看自己第二個總統任期的目標呢? 他就回答了一個連自己幕僚也震驚的答案 他就說 拜登將會成為你們的總統 因為有部分人不喜歡我 當他說完這句話以後 一家美國媒體叫做Political 馬上就執著這句話大做文章 就質疑特朗普 究竟是不是想在大選以前認輸呢? 我就覺得有斷章取義之嫌 與其說特朗普想認輸 不如說特朗普是想借著民調落後這個機會 趨谷在2016年曾經投過他票的支持者 出來支持他才是真的 喏 特朗普的性格也不像是會認輸的 當他說完這句話以後 他就繼續討論拜登 他怎麼說呢? 他說拜登是不懂得說話的 也沒有人喜歡聽他說話 每當他發表演說的時候 他都不能夠把兩句完整的句子放在一起 這裡已經在質疑拜登的說話能力成問題 所以特朗普哪會認輸呢? 為什麼特朗普會說出這番話呢? 實際上他就是在回應著 拜登在上個禮拜出席選舉活動的時候 對他所作出的一番爺語 拜登就說 特朗普就像小朋友一樣 經常懂得抱怨和自戀 流行病沒有發生在他身上 但是發生在我們所有人身上 而特朗普要做的工作並不是發怒 而是應該帶頭做一些事情 當然啦 拜登現在是在野的身份 罵人也特別是大聲些 而他在疫情期間長期保持低調 搞不搞才出來討論特朗普呢? 也導致特朗普的團隊感到非常困擾 為什麼呢? 因為長期下去的時候 在年底的總統大選 就會變成了對於特朗普的公投 這樣對他就非常不利了 因為無論他在過去三年半做過多少封工毀跡 如何努力縮減中美之間的貿易赤字 如何來幫助農民也好 但是在今年一月 首先就整壇武肺的疫情 而特朗普在處理疫情的時候 的而且確就是做得不夠好 有很大很大的改善空間 而且當這個武肺未完的時候 又整多壇種族問題 又演變成為全國規模的示威 再加上民主黨在中間推波助瀾 落井下石 某程度上又會抵消了那些公職 好了搞下搞下 就搞到那些黑人大部分都不再支持特朗普 那個懸殊的程度是非常之高的 是去到八成幾九成的黑人 都是支持拜登的 那麼這個當然是會對於特朗普 響起了警號 你不能夠完全是損失了黑人的選票 特朗普的前政治顧問龍貝格就說到 說按照目前的軌跡 特朗普就正處於現代總統大選 其中一個最惡劣的失敗險境 無論是CNBC或者紐約時報的文調 都顯示特朗普的支持度是低過四成的 那麼他就警告了 如果在未來兩個星期 特朗普的支持度是跌穿三成半的話 那麼他就要認真考慮究竟是否要競逐連任 或是替換候選人 實情在戰後 美國的選舉史上 只有兩個總統是競逐連任失敗的 一個就是民主黨的卡特 一個就是共和黨的魯布殊 即是不要算甘拉迪遇刺 或者是尼克遜主動辭職 正常選舉輸的只有兩個 希望特朗普會在最近幾個星期內 趕快改變策略 盡快爭取得到選民的認同 那麼特朗普其實現在的選情 真的非常嚴峻 不僅僅在說搖擺州份 而是傳統的紅州 即是共和黨支持者非常穩固的州份 都被拜登蠶食著 所以現在特朗普就要把選舉資金 開始投放紅州賣廣告 這是相當不利的信號 按照計那些錢應該全部都放在搖擺州份 盡量爭取搖擺的支持 現在連紅州也要的話 這個情況就非常不理想 根據最親近特朗普的媒體 霍氏新聞所做的文調顯示 在上星期公佈了 喬治亞州拜登領先特朗普2% 47比45 這個州有16張選舉人票 在16年的時候 特朗普就贏了希拉里5% 北卡羅來納州有15張選舉人票 拜登又是領先特朗普2% 在16年的時候 特朗普就贏了希拉里4% 特克薩斯州38張選舉人票 拜登開始逆轉 本身是落後的 現在領先特朗普1% 當然現在領先的幅度 還在所謂的誤差當中 統計誤差有3% 但是拜登的支持度 是逐漸地上升 然後反超越特朗普 這個過程也是現實地存在著 在民調當中 所以現在連特朗普的選舉團隊 都沒有辦法不去正視這個現實 那麼究竟特朗普在哪幾方面 是輸蝕了呢 首先說的是黑人 拜登在黑人方面 就有一個壓倒性的優勢 有九成以上的黑人 是選擇支持拜登 而支持特朗普的 只有5% 這裡已經是相差的很遠很遠了 已經是先天輸蝕了很多 第二個輸蝕的位置 就是女性的選民 有六成的女性是選擇支持拜登 支持特朗普只有3% 但是男性選民方面 反而特朗普是有優勢的 這裡就有一個差距 還有第三件事 就是關於市交的選民 大部分都是支持拜登 反而鄉村那些 就是大部分支持特朗普的 按照計 特朗普就應該是向著他自己的弱點 爭取這班選民的支持 而事實上 他的選舉團隊 都是朝著這個方向前進的 只不過特朗普本人實在是太有個性了 他很喜歡玩Twitter 特朗普自己的幕僚也承認 他的欠紀律性 是令到針對拜登的廣告攻擊 變得困難 因為他最近第一件事 就是在Twitter那裡 猛攻擊前國家安全顧問波頓 但是 原來這些攻擊 對於美國的選民來說 是覺得無關同樣的 變成了好像在網上 罵戰一樣 原來那些選民就不太喜歡看 第二就是 他在星期日的時候 轉發了一段佛羅里達州支持者 猛叫白人力量的短片 你一顯示到這些種族的議題 就很麻煩了 明知道自己在黑人的支持度 這麼低得5%的時候 就別再轉載這些片 而且還令到共和黨唯一的黑人參議員 Tim Scott 批評他不應該轉發這些 冒犯性的信息 是應該剷走他 後來特朗普 在轉發了幾個小時之後 也是刪除了 而且白宮發言人也出來幫他 說特朗普根本沒有聽過 那些人說什麼 他只看到有很多支持者 展現了高度的熱情 所以才轉發這段短片 但是你造成的傷害已經在了 而且那些政敵當然會捉住你 借住這件事 就說你搞白人至上主義 待會又說你搞種族議題 這些就是被委員進去的 所以他真的太有個性了 他太喜歡玩Twitter了 希望他下次看清楚 才可以去分享這個短片 不然真的很麻煩 連他的黨友也發聲了 那麼他在接下來幾個月 就要再謹慎一點才行 那麼到底特朗普的選情 有沒有機會翻盤呢 如果只是計值選票的話 就一定會死的 差太遠了 如果只是計值選票 16年那一屆已經死了 因為特朗普就輸給希拉莉兩百多萬票 特朗普贏是贏在選舉人票 那麼在選舉即將進入大直路的階段 那三場總統大選的辯論會 對於特朗普來說就是至關重要的了 如果說要扭轉的選情 要令特朗普的支持度有拉台的話 就是靠那三場辯論會 因為特朗普本人說話又相當風趣 又能言善變 又能夠激發得到現場觀眾的情緒 氣氛 那麼相反拜登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身體機能退化的關係 說話又一塊塊 斷絕和寵 一時又不知道怎樣 反正就不是很拉動得到現場的觀眾氣氛 故事的三場辯論會 一定對於特朗普是有優勢的 所以拜登就不想再搞 特朗普的團隊就邀請他 說搞多一場也不肯 因為搞多一場他就露底 而且他在疫情當中長期都在這裡 一有什麼事搞選舉活動的時候 就出來批評你兩句 那他當然有支持 因為現在不是他做 反正他做可能比特朗普更差 但這個沒得好說 因為你現在是執政黨 他是在野黨 他罵你一定會大聲一點 所以辯論會就是有一個優勢 對特朗普是很重要 不過他在這個辯論會出現之前 選情又不能夠落後太遠 如果現在都是落後14%的時候 如果不能夠收窄一點點的距離 就算怎麼拉台也拉台不及 還有就是他Twitter的問題 因為他經常在Twitter那裡 有些失言的情況 希望他的競選團隊也會關注一下這件事 不然待會又去share 賣那些什麼短片 只能讓自己跌票就無謂 好了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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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